瑞瑞乡公所配合观光局东莞处秀孤兰范州铁人赛 特别在赛前办理了瑞瑞市集的活动 集结了在地特色摊位农产品手作美食等等内容 加上了本土歌手乐团的live演出 来迎接1200多位的范州游客到来 买气旺到不得了 小农摊香叶子荷包也满满高兴的不得了 在地特色农产展售 还有地方特色农产手作美食 搭配本土歌手乐团live的演出 不用告示牌指引 来自市面八方的范州客如鱼冠般来到会场 一边轻松完成报道 一边听音乐光是及品尝美食 享受岁月的美好 看称瑞瑞夏季年度盛世的 秀孤兰西范州铁人赛 因为疫情而睽违三年后 今年强势回归 就幸1200多位的国内外范州运动爱好者 报名参加 东道主瑞瑞厂公所也配合主办单位 观光局东管处 特别在赛前办理这场岁月市集 欢迎范州游客的到来 也借此推广行销瑞瑞瑞 从下午两点就开张的瑞瑞岁月市集 除了范州游客 在地乡亲民众也到场 听音乐逛市集 人潮一波又一波接踵而至 卖气旺得不得了 也让小农摊商业者 荷包满满笑开怀 还不错 还OK 好玩就好 我觉得可以多办 有比晚年好一点 疫情的问题之下 做起来都不好做 要回问之后 大家做生意比较好一点 首度以音乐 农产手作市集模式 配合观光局东莞处的瑞瑟湘公所 成效出乎意料的好 乡长吴万德 感谢东莞处 以及地方小农的配合支持 未来也将多元结合 推广行销瑞瑞香产业的特色与美好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